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若爱 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 生活哪里都可恨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 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 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 也不是来自于进攻 而是忍受 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 无聊和平庸 万头传动火树银花之处 不必找我 如欲相见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能做的 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布 我看飞鸟 我看飞鸟平斩着赤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的红韵 无意沉醉了 凝望他的大地 刚才大家读到了嘉兴才子 封子凯 穆丹 穆心 于华的作品 此外嘉兴还有朱生豪 张乐平 李淑彤 以及我们熟悉的金庸先生 那么这些嘉兴才子 可以说都受到了江南文化的滋养 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国 让我们继续打开经典 唯独嘉兴文儒品读斯文江南 嘉兴乌镇呢 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 毛顿先生的故乡 求学之路的起点 毛顿先生呢 被誉为是 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 他所设立的 毛顿文学奖呢至今 仍是中国最重大 最受关注的文学奖 毛顿 现代作家 文学评论家 文化活动家 嘉兴乌镇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代表作有小说 紫叶 春残等 毛顿先生是 觉醒年代最早的 觉醒者之一 陈独秀出到上海 毛顿就结识了他 毛顿是1920年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 第七名成员 早期做过 国民党中宣部的秘书 部长是毛泽东 1930年做过 左连的行政书记 1949年做了 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 毛顿他也是迁移到上海的新青年的撰稿者之一 而且毛顿是小说月报的改革执行人 他把小说月报这样一个鸳鸯蝶派的阵地 变成了新文学的重要阵地 康明跟我们说一下这次要演读毛顿先生什么作品 我这次将演读一个思乡怀乡的毛顿 而第一个乡呢是他的出生地嘉兴乌镇 我们会读到他的乡村杂景 而第二个乡呢是他的精神故乡 红色圣地延安 我们会读到白杨礼赞的姊妹片《风景谈》 好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 聆听毛顿的《纯净无香》 郎大淫姓婉 他自然是出生意当公民和高兴设计 我是超顶获取的 达成公民和高兴设计 今晚在 昭明舒适依稀 人到了乡下 便像押紧的弹簧 周然放松了似的 从矮小的窗洞望出去 天势好像大了许多 松奔奔的白云 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 大地伸展着无边的夏绿 好像更加平淡 远处有一树树 矮矮地蹲在绿野中 却并不显得孤独 可以说 有点爱乡村吧 不错 有一点 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世外桃源 所以我爱 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 都市美和机械美 我都赞美了 我爱的 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 西洋在山 干澈的黄土 正吐出它一天内所吸收的热 河水生生极流 沿河的山澳里有一队人 从生产归来 兴奋的谈话中 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 忽然间 它们又唱起了雄壮的歌曲来了 看它们的手 这是灌拿调色板的 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 但现在 一律都被除销的木柄摸起了老蒋 哈 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 任它冲刷 或者聚起水来洗把脸 自然是伟大的 人类是伟大的 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 乃是伟大中之 尤其伟大者 于昊明读完《乡村杂景》之后 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从矛盾的这篇《乡村杂景》当中 我感受到了很浓重的一股泥土气息 它从小生长的这样的地方 它有这样的一个乡村 我们是能够很生动的 也相对比较具象的 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股气息 其实毛顿先生一生的 创作非常的丰富 从散文来说 可能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 读的《白羊礼赞》 小说来说 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紫叶》 而且这部小说 后来又被桑虎先生搬上大荧幕 排成了故事片 从我个人来说 我最喜欢他的《林家铺子》 小丹老师 您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 在《矛盾》的小说中间 我最喜欢的是《春蚕》 我真的觉得 就像夏志青说的这样 这是一部当然的杰作 那这部小说是写在1932年 虽然知道它的主题是讲 在三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 战争的影响 还有高利贷的影响下 农民的崩溃 可是看小说的时候 就会完完全全忘掉这些主题 进入到具体的故事里面 我拿它和鲁迅的小说相比 就会觉得矛盾写农村 那个江南农村我更熟悉 里面的水乡生活我太熟悉了 就像我们现在去南巡和乌镇 你就看到那个河边 旁边的很近的那个地岸上 那个乌漆大门的那种私航 大概有一个感觉 当时的那个私船 距离那个岸的高度 所以那个茧是怎么样 一框一框地搬上岸的 在这个里面的那些农民 是非常的勤劳善良聪明 可是不管怎么样变通 最后他们还是失败 所以在《矛盾的春残》中间 他写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之恶 和人性之善 《矛盾》在进行制度批判的同时 他写了传统的农耕方式 就是传统的清源关系 特别是江南水乡的这样的农村 中间那种很可尊敬和美好的 这个方面 其实那一代的作家 无论是鲁迅 矛盾 他们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 他们的原乡故乡一直是 笔下一个永恒的这个主题 我想每一个人其实对于故乡 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这种 亲切的感情 邓超你小时候在南昌 有哪些生活场景是特别难忘的 太多了 原来没有空调 然后那时候睡觉 我们那时候用竹床 你知道吗 然后楼上有时候 今晚把那竹床 一头搭在这个阳台的沿 一头搭在这个里面 就是阳台里面这个窗户的沿 感觉挺危险的 怎么办呢去广场睡觉去 睡到广场上 那八一广场 有四块草坪 就草坪上睡草坪上 特别有意思 也有晚上推那种 自己改装的那种推车 推车 然后有这种 比如有那种烧豆腐泡 然后什么鸭血汤 猪血汤 然后还有那种卖点小粥小菜 然后大家在那儿纳粮 卷一个粮席 那时候怕这个脱鞋被偷掉 光脚去 就一席子 那走路的时候不怕个着吗 没事 没事 那时候经常光讲 什么都不带着 穿最少就去那儿睡一觉 穿着裤衩就去了 感觉很好 然后清晨的时候大家 又被聊天 聊醒了 那时候那个感觉还真的是 我家的籍贯是在贵州乡下 我家呢 世世代代就是在那生活 我辈分特别大 真的是我坐在门口那个 收土豆的那个 斗那吃着中午饭 然后有一个四十多岁中年人 挑着蛋子看着过来 他说爷爷干啥呢 我说我在吃饭 他管你叫爷爷 对他四十多岁 我刚六七岁 他说爷爷刚抓的螃蟹 你拿着回去跟太爷爷 他们一块弄吃我谢谢 我拿着个小螃蟹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跟着大人去打猪草也好 去插秧也好 你老得用镰刀 自己不是特别灵活就趴一刀 我记得到现在还能看到 特别浅一个把 当时这么大一个口子 雪花花的帽 我当时就傻了也不觉得疼 然后某个大人冲过来看了一眼 就是说意思 反正我不知道是叔叔 还是爷爷你别哭 他就把我一夹就跑到了 不远处的一个小溪边 他就随便一翻找了几株草 在嘴里咔咔一咬 扑就给我呼上了 我觉得有点凉 他说没事摁着 摁着摁着 可能过了一个多两小时 掀开吧 结巴了 其实采的就是一个草药 草药 其实我读信中医 我就是找根 是因为幼年时候的那个经历 在家乡 就是你磨灭不了 包括你自幼生长的环境 它会跟随你一辈子 你无时无刻不再影响你的一生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一个文学家 一个学者 他会把它提炼出来 告诉大家 我 他影响了我什么 所以这个故乡的味道 实际上是伴随着你的一生 对 我经常小时候上完学之后 周六周天 我会上老爷那农场玩 在那农场里有很多小动物 我觉得印象挺深刻 就是自己手上牵了八条小狗 反正就绕着那个村就巡逻 溜达 另外一点就是 我小时候我就南北方人 这个重庆对我的印象就是 火辣辣的 辣椒的那种热辣 然后宁夏就是辽阔 那想起来就各种美食 太阳 太阳宁夏的手抓羊脖 然后辣包羊羔肉 生串面 这个什么什么都有 妈妈说饿了对不对 包括这整个的水土 对我的影响就是 我后来包括参军进入部队也是 我就特别适应 就天南海北的去 你未来择偶的时候 他不吃辣 你能习惯吗 不吃辣 就自己带点酱 家里游寄点辣椒酱 浩明如果说起自己的故乡 你会想起什么意想 我生长在广州 广州是非常有烟火气 小学的时候去上学 沿路上都会有那种小推车 卖的都是这个 我们广州的这些糯米鸡 像鸡蛋仔 小贩然后就是说 啊摇火啊什么的那种场景事物 是我是真的挺难忘的 非常怀念 就像前几天我在抄那个 从前漫那个诗 对啊 啊 就我从这个文字当中 我就一下子就回到了之前的那种 就是慢节奏的这种这种景象 哎 从前漫好像还是有歌 有歌呢 你跟我们喝两句 好我这个副歌啊 副歌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要是尽没有样子 你锁了 你家就懂了 哎 好听 好听 我喜欢最后一句特别有感觉 我现在想问段老师一个问题啊 其实故乡在文学创作当中啊 一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记得福克纳说过 我所有的书写的对象 只是我邮票大小的故乡 莫言先生也是永远写在高密的这个生活啊 您觉得在文学创作当中啊 故乡它意味着什么 首先 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当中 还是在世界文学当中 其实故乡都是一个普遍被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体材 故乡写作也成为了文学当中的一种文学类型 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之后 我们读到鲁迅的故乡最后 它是一个否定式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再也没有看过内叶式的测系 也再没有吃过内叶式的茴香豆 我们有原乡 但是我们回不去了 包括矛盾写他的家乡无证 他并不想把他的家乡这个无证 想象成为桃花源式的 事实上江南地区也是战乱频繁的地区 像鲁迅像毛顿他们的文学写作当中 那样的一个故乡 那样一个形象 包括那样一种记忆 事实上也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被另外一些东西慢慢地在淹没 作家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一种东西 就是一种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怎么办呢 得往前走 毛顿先生是江南成长起来的作家 其实他的足迹也到过北国的很多地方 浩明刚才读的这个风景谈 实际上就记录他这个延安生活的那段场景 所以你在这篇文章当中 怎么去理解毛顿先生的这个风景 首先毛顿先生的这个笔下 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一个电影感 就是夕阳夕下 黄土地旁边哗哗的流水 然后有一群生产劳动回来的人 欢声笑语的 趾高气昂 雄壮壮的唱的歌 然后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回头就用导演的这个视角 就给他们的手来一个特写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的这个手 都是长满了茧子 到了后面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拨人是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这些老师 还有学生 对 其实这些人每个人都是拉小提琴的 唱歌的 学艺术 所以我觉得毛顿先生通过他的文字 虽然他描写的是风景 但是其实他透过这个风景 他写的是人 更多的是表现的一个人的这种精神 就用毛顿先生的话来说 这就是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活动 不管是白羊里赞还是风景谈 他都表现出了另外的一种美 康德有一本书叫做《论优美与崇高》 在这个里面 康德说有两种基本的美学风格 一种是优美 一种是崇高 那康德说 幽美就是一片鲜花怒放的原野景色 一座溪水蜿蜒 布满着牧群的山谷 给人愉悦的感受 那崇高是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 或者是 梅尔顿对地狱国土的叙述 都激发人们的欢愉 但又充满着畏惧 那个《新华春雨江南》就是优美 《俊马秋风塞北》 那个就是崇高 《矛盾写》 所有这些东西都带着一种巨大的 一种热情和希望 那其实这篇文章是写《延安精神》 但是它不是喊口号的 它是从充满情感的眼睛看出去 所以它看到的一切 真的是一个真实美好 而且崇高震撼的画面 那王国伟说 一切景语皆情语 所以看起来说的是风景 事实上说的是人 人的背后有精神 有对人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干什么的一种看法 那么毛顿先生本身不仅是一个文学家 同时他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他也是现代文学当中 少有的一位作家 就是把文学创作跟革命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我想问一下再多的各位 在你们的演艺摄像当中有没有演过革命时期的红子人物 浩铭 我是参演过1921的那部电影 然后当中演了一个工人代表陆征庄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领导的工会 这样的一个工人代表 我是能够感受到通过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引领 他们的这种觉醒 然后同时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忘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革命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们这种忘我的精神是能够映射到我们演员身上的 就是我们为了誓言好他 其实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所谓的这种 个人的这种包袱放下来 对然后去更好的去贴近这个角色吧 邓昌呢 建党伟业 陈毅 刚刚也聊到延安嘛 原来我还跟那樱桃拍过一个叫延安爱情 剧动人叫彭登科 你好 你好 彭登科同志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拍的时候 经常在延安那个环境当中嘛 所以其实 刚刚老师也讲到了 我觉得他们有富足的精神力量 我觉得整个那个剧也是在表达这个 在那个特殊的事情 我09年拍一个电视剧 保强演的董存瑞 我演董存瑞的连长 叫啥名字 董存瑞 二拍六拍 是 我本来是去试的是个反派人物 导演和制作人就 张谦老师 非要让我试这个连长 这个连长 历史上 确实是也没有读过什么书 就是个庄家汉 他参加革命挺多年 然后一直在一线 是个基层纸战员 他的所有战术思维都是特别简单的 但是有效的 而经常自己会犯些小错误 被指导里边给拉回来 而你就会比较贴近 对很鲜活 比较贴近那个人 在我的短暂的这个生涯当中 演为红色的人 红色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排练演出话剧抗战中的文艺 然后有机会在这个话剧里面呢 去饰演聂尔先生 聂尔 当我做起来 常常忽畏醉目的时候 我那个手指头都会痛 没得拱法 也没得指法 但我依旧是非常快活 他的一生是非常璀璨 但是很短暂的 但这个璀璨也包含着血 包含着热泪 并且他是在战乱的年代 的一批年轻人 他年纪很小 他用属于自己的那种方式 来创造那个时代的 属于中华民族的声音 来唤醒民族的觉醒 所以我再一次的去 听义勇军进行曲 我就了解 原来从小听的义勇军进行曲 原来还有这样一层意味 我看来呢 他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个 艺术追求和艺术表现的 一个非常崇高的境界 那么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我们将继续演读 矛盾的几篇作品 那我想问一下余浩铭 接下来要演读 矛盾先生什么作品 接下来要演读的是 矛盾先生的子叶 因为今年呢 是子叶出版90周年 我们会在作品当中呢 去了解到矛盾先生的这个遗书 其实矛盾先生在他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也依然奠记着中国的这个文坛 所以呢 他用到他最后的自己的这样的一点积蓄 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文学角 近百年前的1933年 因为矛盾子叶的出版 所以这一年呢 被称为是子叶年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 聆听矛盾的子叶游名 我的父亲矛盾生于1896年7月4日 浙江省同乡县乌镇 父亲生长在农村 但在都市里长大 三十年代初 他就有写一部白色的都市 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子叶的命题就是说 这是发生在午夜最黑暗时刻的故事 但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 机械的骚音 汽车的臭皮和女人身上的香气 霓虹电管的赤光 一切梦魇式的都市的精怪 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 直到他只有目眩 只有耳鸣 只有头晕 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 像要爆裂式的发痛 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 不能再跳动 1980年9月间 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他 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 受到其他文学奖的启发 父亲和我商量设立一个单项的文学奖 他说 这几年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 我自己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 那就全款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吧 父亲的手已不听指挥 写的字歪歪扭扭 写的字歪歪扭扭 写的字歪扭扭 无法辨认 于是他口述我记录 于是他口述我记录 都是苦活 Price 解释好 iff circumstance 長篇小说的出收 我将我的稿费 二十万元 捐献给左协 作为 设立一个 长篇小说 美业将近的奇迹 我自知并将无期 我 重新的主愿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实验 宛容 长篇 是 最崇高的 经历 写完信 父亲叮嘱他 信你些时候 都到将来再死 我明白 父亲不愿在生前 把信送出去 还是为了坚持他的那个原则 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 他本想 等第二年鲁迅文学奖设立后 再谈此事 可是 父亲 没有等到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于浩明的演读 浩明这么多年也参与很多主旋律影视剧的拍摄 比如说《八百》《1921革命者红船》 今天又读了《矛盾》的作品 《矛盾》先生作品打动你的究竟是什么? 他身上的这种 就是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精神 对 无论是革命也好 还是创作都是这样 所以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看到他这么大的抱负 其实也追溯到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像在临终前 写的一份的这样的遗书上面 其实也依然在教育他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挺身而出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跟心愿吧 今天读到的《紫叶》为例 其实一开始他敲定的题名是《夕阳》 取自诗句《夕阳诬陷好》 只是近黄昏 但是后来他在推敲大纲的时候 决定把这个名字改为《紫叶》 因为虽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个时刻 但是也意味着黎明将至 马上要见到光亮了 今年正好是《紫叶》出版90周年 可能像我们这代人对《紫叶》最早的了解 并不是通过文字而通过电影 当年《桑狐》先生把这部作品搬上了荧幕 《紫叶》开篇的第一章就是写一个老头 对不对 从乡下到这个陈寗来投奔儿子 在《都渡河》上了案之后 坐着无家公馆派来的街的这个小汽车 然后过这个外摆渡桥 然后在外滩看到声光电话 灯红酒绿的那一切 吓死了 还有那么多的 马路上的环保车上面坐着那样的一些 花枝招展的摩登女 对对 吴老开也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开篇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城市描写 非常具有上海的特色 拉开了《紫叶》说服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序幕 你可以说《紫叶》讲的就是一个人追逐财富的故事 那就是吴森府 但是放大一点讲 也可以说是一个阶层 它也写了不同的阶层 写了上海社会的各个角落 写到了这个外滩 公馆 别墅 也写到了这个工厂区 对不对 甚至于还写到了外乡 也就是毛顿先生自己熟悉的他的家乡 所以《紫叶》这部作品为什么那么重要 从晚清开始 这个上海自开部以来 就是上海就成为了一个江南地区的温人们 反复出写表现的器材 但在这些故事里面 基本上都看不到 《紫叶》里面出现的那些人物 当年《皮球百》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评价 就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第一部 正面的全景式的 不仅是描写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 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 来进行这么样的一个描写和叙述 我觉得《紫叶》它是一次 这个前所未有的提升 你一下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彰显出来 刚才听了段老师说的这个 觉得特别有启发 我就记忆在《物序变法》之前 已经有很多诗人写上海 包括晚清民国初年的那些文言小说 也有很多写上海 但他们是带着猎奇性的眼光 所以上海虽然很精彩 但是不理解 就跟吴老太阎那样是相同的 而矛盾在写《紫叶》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充满了对于上海的理解 它是一个理解性的写作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阶层的内部去 看它是如何来运作的 他们的痛苦是什么 他们的麻烦是什么 《紫叶》在他出版之后 他立刻就非常的受欢迎 《紫叶》在几个月之内就印了两万部 那写《紫叶》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徐志摩《飞机逝世》的那个时间点 1931年 写完的时候是1932年 年末 1933年的年初出版的 毛顿先生在去世前 曾经写了两封非常重要的信 一封就是写给中央 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 南昌起之后 他曾经和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 那么到了1981年3月中旬的一天 接近弥留之际的85岁的毛顿先生 在口述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 非常郑重地提出了 希望能够恢复自己党籍的要求 经中央批准 在毛顿的追悼会上 中央正式宣布恢复毛顿先生的党籍 而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 第二封信是写给中国作协 就是表明他要把自己的25万元的稿费 捐给中国作家协会 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学奖 最后就是用了毛顿先生所捐赠的 这个25万元成立了毛顿文学奖 那么我们梳理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48部作品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评读 真的得两大个书架满满的 这就是48本的获奖 我们这个书架上有很多 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园 陆瑶的平凡世界 王安逸的长恨歌 那么大家对哪一部 矛盾文学奖的作品有印象 我们请几位嘉宾 可以一部过去看一看 选出你最喜爱的 或者最想演绎的作品 一部或者几部都行 卖家老师暗算 推拿 咱花前段时间拍戴 我真没看过 我暗算我看过 当年姚友云的李自成没看完 一单太小了 好 我们这个四位嘉宾 都选了一本或几本 毛奖的获奖作品 来 佑浩铭先给我们看一下 展示一下 麦娇老师的暗算 对 然后一本是繁花 金玉成老师的繁花 对 其实像繁花 它里面也是讲的 上海人的这些故事 对 然后现在也都改编成了电视剧 还在拍摄当中 就还是比较期待的 对 然后另外这个暗算 是之前我们已经有过 影视作品的代表作 像那个《听风者》 这是梁朝伟老师演的这个角色 因为他是盲人 所以他会在这个表演上面 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难度 比较有突破的 其实我是蛮向往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下一部这是你的目标 对 这是我的目标 要演一部根据毛奖 获奖作品改编的这个作品 对 邓昌呢 选哪一本 《少年天子成名座》 成名座 不就是你自己演的 对 当年拍这部戏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当时是因为是刘恒老师改编的 他有一个那个剪辑房 每天玩了之后素材 他都会再看一遍 然后有一次是很多天了 很久也没见刘恒老师 他也没出那个屋 后来有一次他说 小超你来一下 他那时候已经胡子 就是刘老师胡子 就很久没有打理了 他说我父亲去射了 他说我很忧伤 我很伤痛 我把这个感觉 放进去了 我就永远记得那一刻 感觉就是在用针在 试哪最疼 然后把那个最疼的那个东西 就写进去 那个感受 因为这是我入行的第一部作品 和我们上海的潘红老师 后来我跟潘老师 相见的时候叫阿娘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是拍大殿的戏 拍完我的拍你的 然后因为那个位置比较窄 在书房 我记得当时还是冬天 景片啊 灯片啊 灯角啊 把所有的这个视线全部挡住了 然后潘老师 超我在这儿你能看见吗 那我在这儿呢 还是得能对得上眼神啊 这儿呢 后来实在是没有位置 超你放心 罗娘在这儿 她躺在地上 因为她那儿也没有位置 她等于就是踩着那个三脚架子 下面的那个支架 躺地上给我打 我的演艺之路开始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么好的老师 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和必要 艾蓝 听说这些 毛奖获奖的作品 你都读过吗 读过一部分 福荣镇啊 推拿啊 哇呀 一句顶一万句啊 暗算了 你就说哪个没读过 大概读过一半有 应该有 差不多有一半啊 你今天选的什么 阿莱的《尘埃落定》吗 对 其实就是说看过 我就拿了几本 阿莱你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吧 《平凡的世界》呢 她写的很多东西是 和我父母经历的一些年代是重叠的 然后《尘埃落定》 她和陆瑶先生的这个《平凡的世界》 和贾平花的先生的这个《琴枪》 文风区别极大 我是觉得她就是在用她的方式 说什么样的人最终获得了幸福 一个不争不抢的 一个一直被大家当成是傻子 是弱智这样一个人 她逃开了所有所有的最大的危险 那些精明的人全部都没有获得她这样幸福快乐的人生 这是个预言 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立 罗宜舟选了什么作品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园》 其实更多展现就是这个白鹿园 这片土地上面那个风云变幻 并且它又有加仇国混的这种错综复杂的那种纠缠 然后还有这个陕西关中地区的 非常厚实的那种文字基础 跟我其实生活的环境啊 我接触到的人 接触到的事接触到的或者平时思考的这种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震撼 但小时候是半知半解的读 大了之后再读会相对来说更好的去理解一些 并且也确实发现很多这样优秀的就是《矛盾文学奖》这样的作品 它们其实都源自于非常扎实的这种人民生活的这种土壤之上 我想这个《矛盾文学奖》的设立实际上真的是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繁荣 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繁荣 而《矛盾先生》一生呢也是不断地关爱和提携后辈 其中呢有这么一段佳话 《矛盾先生》对如志娟女士当时的一部字述不太多的小说 叫做《百合花》投意亲眼 为此呢毛登先生写了两千多字的这个评论 剖析了百合花的种种优异 那么这篇评论是发表在由她创刊的人民文学上 同时呢还转载了百合花 那么其实当时如志娟女士她面临人生的一个困境 家庭呢受到重创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呢都受到了双重的打击 但是呢后来如志娟女士就说 因为《矛盾先生》的这篇文章 让她从危险的边缘站立了起来 她的原文是这样的 她说我从先生两千余字的评论上站了起来 勇气百倍 站起来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还有我身边的儿女们 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细在我的身上 如志娟女士有好多孩子 他们都很能够写作 其中有一位得到了这个当代文学史的这个认可 那就是作家王安逸老师 那王安逸的这个《长恨歌》后来也获得了这个矛盾文学奖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再做几位嘉宾 你们在这个自己的演艺事业上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类似的故事得到前辈的提携 我其实想想说我我的一个老师也行邓 所以我现在叫他老爸 他是我江西省文艺学校的老师 对 我当时不太懂什么是表演 对未来的这个学业或者说未来的专业是非常迷惘 而且不知道你在江西你在南昌你的未来 该去哪 因为那时候我普通话都说不好 南方人 邓老爸怎么跟你说 邓老爸说其实你是有这个基础的 你也有这个条件 说的我自己都不信 真的 我真不信 他跟很多人这么说 你说对了 你真说对了 他说我可以帮你辅导啊 当时要开介绍线 就这么去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演绎之旅 艾蕾呢 我其实特别想讲的是 每一个行业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运作之后 就总会有一些人在发现发掘那些后背去努力的提携你 包括我们都合作过的雪剑老师 他有一天特别认真跟我说 你呀 你演的那个什么什么我看了 我说雪剑老师那个 我和你阿姨看了特别好 我心想真的不够好 那个有点对付事了 刘老师挺好 虽说整个戏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我看到哪场戏怎么怎么处理的 在一个整体都不够那么优秀的创作里面 我没放弃 他看到了 我觉得天呐 我得再加油再努力 因为这些前辈还在看着我们 特别巧的是雪剑老师 翠花那个话剧他就在场 他就在场 然后呢 我觉得当时特别鼓舞的就是 刚卸完木还要冲上来 握着手 真好笑 好看好看 一通狂 这事一直回味了很多很多年 就当时非常受鼓舞 就觉得真的是 太受宠若惊了 这事到今天都觉得像一个 像一个假的一样 非常温暖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演员之外 对我们这些晚辈的鼓励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特别大的精神力 一通有没有得到前辈的提鞋 其实我拍电视剧后浪 就是前段时间跟曹老师 就我的老师 我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演他老师 就是虽然在学校也是学习的 但是初来实践还是第一次 张尔巴锦地拍这种主要角色的电视剧 我其实自己的经验是零 那会儿其实我还是会有 那么一点点的弹劾 但是像跟曹老师 包括像跟西美娟老师 光复老师 还有吴刚老师 江山老师 跟这些老师们在一起相处 在一起对戏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辈对于后辈的 鼓励和帮助 那部电视剧里头我们对手戏不多 但是有几场群戏 我看到这个宜州 还是这个准备的非常充分 因为几位老艺术家 尤其是像吴刚老师 很有经验的 西美娟老师 他们很可怕的 他们到现场对戏的时候 就已经不带本子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压力 压力 然后把这个压力转成动力的话 也就很好的能够处理这个角色 是 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 我不想学中医 不练什么功语 你干吗 英才师教 勇俏 你们这些孩子呢 始终于未来的希望 将来的这片天 就你们眼前看了 最后呢 请段老师来概括一下 《矛盾文学奖》 对于当代文学 它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 我们记住 毛顿先生也不仅仅只是一个 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 其实你现在在中共党史 现代翻译史 中国现当代新闻史 还有这个出版史 就在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里面 其实毛顿先生也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毛顿先生已经深入地介入到中国现代历史和这个当代历史的进程当中的 所以毛顿文学奖 毛种意义上讲 也延续了毛顿先生的这个理想与追求 那么毛顿先生的理想和追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他的强烈的现实关怀 刚才艾雷拿的有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这个作品事实上跟毛顿文学奖 有一个精神上的对话或者说传承 新方大学他们多次多年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非本专业的图书 借约率比较高的它有一个排行榜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 当时的记者也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在清华的这些学生们身上 他们生活的这样的环境 他们的未来的一个人生 显而易见和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面 孙世兄弟 不会有非常直接的或者明显的交集的 学生们说 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困境 总会遇到这个你走不过去的坎 总会遇到就是说几乎让你陷入到绝望当中的 那样的一种处境 孙世兄弟身上有一种力量 不像生活复苏 也不像自己复苏的那样的一种力量 永远推着自己往前走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带有普遍意义的 矛盾文学讲 一方面延续矛盾自己的文学理想 另外一方面 也是和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之间 和当代的作家们的文学努力之间 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 在乌镇还有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唯一的女性见证人 那就是李达先生的这个夫人王会晤 她是南湖红船上的一大卫士 当年当一大在上海开会 遭受干扰之后 有人说去西湖 但是王会晤说 我们还是去嘉兴南湖更加安全 那么到了南湖之后 他还请毛顿先生的内地 叫做孔令静先生 去租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那条红船 好像从辈分上来说 王会晤算是毛顿先生的姑姑 那么毛顿先生本身 他有革命家和文学家的 双重的个性特质 他当年在商务应手馆的办公室 就曾经是党中央的联络信箱 毛顿先生曾经回忆过那段生活 他说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 外封面写我的名字 另外有内封则写中英 我会每日汇总到中央 在商务应书馆同事的眼中 看到沈炎斌先生转中英小姐 预展的字样 一直认为是哪一位妙龄少女 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中英 实际上就是中央的谐音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两个故乡 一个生我养我的家乡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都不忘我从哪里来 那是自己的根 那另一个就是心灵的故乡 它给予我们慰藉 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感谢收看东方卫视首档 经典文本唯独节目 斯文江南第二季 致敬飞奔的时代 聆听文学的香音 让我们将唯独传递 让唯独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们下期节目见 最是人间留不住 诸言辞敬花此树 路漫漫七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